歡迎大家來到永充工房的Monster Channel 我就是Monster 應對持刀襲擊真的有用嗎? 智慧術真的遇防遠勝於持刀智慧術 今天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吹水 不喜歡看不喜歡聽可以早點轉台 不浪費大家保衛時間 現在就可以關掉它 但如果聽到我們的頻道 都覺得有些道理和學到東西 不妨繼續耐心聽牙下去 我經常都說 其實所謂的智慧術self defense 都是很虛的 不實在的 說得白點都是廢話 有些人經常問 被人用刀寒著 那怎算好 用槍指著 那又怎算好 就好像有人問你 你老婆和你媽媽掉落水 你會救誰 這問題一樣 但因為網友都很想知道 所以我才做一系列的self defense 但只限於拳腳襲擊 我之前從來都沒說過 有人用刀襲擊你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做 有句話是這樣說 功夫再高都怕賽道 我在這裏說這些 拳腳襲擊的self defense方式 都有些人在那裡踩話 沒有用 但就算用不到 你可能還是受傷 最多入醫院 但教大家怎樣去應對 持刀襲擊 一個不小心 你真的信以為真 但自己又不去練 不去測試 之後還想救人 說句不好聽 真的千里送人頭 條命都送給人 再說 方家所說的 遲到應對 奪刀術 我認為有95-98% 都是實用性不高 外國也有些YouTuber 都有做相關的影片 說無用 當然你們都可以不信 這方面 你們自己的判斷和分析 我剪了一點點內容給大家看 我們去拍 所以我們去試一下 一些技術 從世界上最普通的 knife self-defense系統 去看看 究竟是真實的 例如 我們找到一些 這個小小小的射手 在每一種風格 我們研究的 雙腿都被砍了 你試一下 然後發現 它沒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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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是蠻 哈哈哈哈哈哈 我把雙腿都被砍了 百多次 因為技術是 不成功 而他們不成功 所以 他們為何罵我們 想看竹本的內容 大家可以去 他的網站 去看看 我放在描述欄 另外一件事 教大家 Live Defense 可能會害死很多人 就是一些 不涵不淡 不溫不火的練習方式 大家確定 現在我準備 開始了 慢慢來 詩詩問問 你以為自己成功練得到 誰知道 害死你 幸好遇到個球材 你就說沒事 人家要錢 求財 你就給他 真的不要搏 尤其對刀 不要有僥倖的心理 萬一你遇到個傻佬 就好像 早前有一件慘惡 兇徒據說 是有精神病 從後刺了 那個女人 多到 同行有人很想救他 來回幾轉 最後都送回自己的命 如果真的要練習這一類 對於應對持刀襲擊 我建議拿刀那個 一定要幻想 和你有深仇大恨 血海深仇 你好像把他祖宗十八代的罰都起了 還要給他綠帽 殺了他全家全足 邊上他日日夜夜 時時刻刻 秒秒鐘 都想你死 不斷跟你拼命 不是你死 就他忙的心態 和你去練習 才叫做有實用性 但我想告訴大家 我都沒有信心應對 遲到襲擊 所以我寧願教大家 遠離危險 和平時介紹一些生活習慣 平時多點注意周遭惑境 去避免危險 去想像周邊有什麼可以 拿來當武器防衛 去模擬應對 多過教大家 怎樣實質操作 空手入白印 奪刀術 這些網絡上都有很多 大家不一定要看我 但都是那句 練任何武術都是好的 你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想法會和沒有接觸過武術的人 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有接觸過的 看完寶桐城的受害者 覺得為什麼這個社會會變成這樣 你現在出街 危險了很多 但過了一個星期 一個月 又或者一年 就什麼都會不記得了 始終時間可以沖淡一切 但我就會去想 如果我在現場 可以怎樣做 如果我是受害者 可以怎樣避免 我周邊有什麼可以 用作武器 會做一些假想練習 會記在心裡面 時尚警惕自己 如果在玩武術的朋友 和我都有同一看法 歡迎留言 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討論一下 另外上星期的影片出了 有位網友的不當留言 被我檢舉了 可以說是面斥不暗 所以各位網友 注重留言自壓 你可以罵我 踩我 像這些留言一樣 但千萬不要用粗口 又或者更次粗口的語言 去侮辱他人 因為有不少的小朋友 都看我們的頻道 你這些留言 不單只拉受恨 霸凌言辭 和粗口還會教壞小朋友 所以 敬請各位網友 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歡迎你質疑我 又或者不相信 因為始終多角度思考 是很重要的 但不妨 先折述一下他人的意見 先消化一下 對比一下 會不會Monster 有10%有用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他有什麼根據 都是那一句 我講的話 你不妨先試一下 不行 你就說沒有用 大家討論一下 為什麼沒有用 會不會轉小小 就會有用 不要一口罵 這樣對整個社會 和世界都不會有幫助 還搞到鬼死那麼消極 大家不如正面一點 不得之餘 講詳細一點 哪裡不行 為什麼不行 讓我又學一下 將中國武術逐步提升 除非大家都想中國武術 在這個世界消失症 又或者 一味話 國術握飯食 所以這集可能是 Self Defense系列的 最後一次兩集 不是吧 又被人誤解說 我不正宗 都不是詠春 在講什麼失狀 糊頭 但是這一類的網友 我想要你們不要觸錯用實 要明白這一系列 是屬於Self Defense 也就是處於實質 我的主題不是說分享 你的立手怎麼用 鑑揚馬有什麼作用 永春的步法等等 所以我當然會用一些簡易的方式 不懂功夫 不懂武術 都可以做得到 另外我經常強調實戰 是No Rules 要Open Minded 你學了永春 不一定要用回永春 有什麼有效 就用什麼 不要顧步是封 還有為什麼在實戰的時候 你還要執著於 在一個形態上 用到多少 永春呢 再退一萬步 就算最後 我用了一下日子充拳 其實都是叫永春 再說 永春是用來用的 不是被他困死 就好像 我會經常跟學員說 衣服是用來穿的 不是說 那件衣服不適合 你還要硬穿下去 自己太肥 穿下去不好看 最多就不要穿 有幾大件事 肥人都可以穿衣服 很好看 為什麼要難為自己 那樣實戰 可以群偶就不要單挑 可以偷襲納衣服 就不要赤手空拳 先來後兵 大家真的要記住 實戰 其實越骯髒越好 外國有位Youtuber 他經常說 White Dirty Live Clean 我是非常贊落 另外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網友 就快點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最緊要按旁邊的鈴鐺 直播才傳播 當有最新影片 你就會馬上知道 另外你們的like和share 是支持我們的動力 希望大家不要淪色 另外我們第二期 泳春泡河班 已經接受報名 詳情可以留意這個網址 最後我想說 我開這個Youtube channel 懸疑是想讓更多人知道 葉敏泳春有一支水 叫周全 我們最重步法 腳法和長條 而不是要告訴別人 我多好打 多正宗 我好打 我用得到 又有什麼用 你用不到 你發揮不到 說真的 永遠只有師傅好好抽 那個徒弟在那裡打 這樣的師傅 又有多厲害 跟著我一年的徒弟 都可以成功 打得中我 你可以說我 你很差 但我想說 方法用得對 就會有效 因為我相信 學無前後達者為先 這句話 泳春工房的特色 是我很用心去教學 會跟你癡手 教你不同方式去練習 不同的組合去進攻 告訴你 為什麼要這樣練 背後的原理 和相關用法 被人打低了 你又可以怎樣去修正 改良 總之就是用最簡易的法學方式 令到大家明白 複雜權力和用法 不用走那麼多願望路 日後了解整個系統 可以自己慢慢轉移 和發揮 日後我們會推出更多的優惠和活動 對泳春有興趣的網友 萬物錯過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去哪裡 我經常說智慧術 沒有一個 我不是太相信智慧術 因為我經常說智慧術 你被人鋪著頸 那些藍柱 那些 相似處 那些 被人刺處 你去到最後那一刻 你自己說 就浪費力 因為你不是長久經歷過訓練 你不是經常對處這些 我說一綁 你回答 然後就做了 所以浪費力 智慧術 我們經常說 預防食育治療 寧願不要讓那些事件發生 好過發生了 對不對 所以 好像最近那件慘案 你第一個 我經常說 必死了 必死過 因為從後 無色無色 就已經捧進去 穿過了身體 你掙扎到 還有 多次死 所以沒得說 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 友人 或者朋友想救他 救到幾次都救不到 無奈 不然我懂功夫 懂功夫 我都 好像說 你見到這樣的情況 最好要立腳叉 一定要立腳叉 對不對 不立腳叉 逃手 非常均勒 還有 當時我見到那把刀 是相對很長 我握了前臂那麼長 是很難搞的 千萬不要打算請英雄去救 很難搞 要救 一定要立腳叉 什麼腳叉都 越大變越好 當然 對不對 你起碼有距離 不會產生的距離 那些再往 首先要預防 對不對 有些先人 厲害 就是 內施縮脊 這些縮脊可以 拉長 放大 可以 你長 你長 我都一定長外八刀 對嗎 硬不硬正 另一個回事 二來 好像黃飛航一樣 你說 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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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開開開 又差太多了 明白嗎 所以你起碼要拿下 然後你又 那些 駕餐要收 而這個駕餐要早已準備好 那就沒問題 不是的 另外 我們日常 最好 做一個思想訓練 一路逛街 一路留意 周邊 街邊有些東西 你可以拿來 可以嗎 你想一下 鵝垃圾桶 有一個 有一個遊戲 GTS4 還是什麼 那 就說 用香港的背景 跟著就是 隔壁下去 那你那些打機 你都懂得 爬八餐 你現實 為何不懂爬八餐 可以嗎 看到有些什麼 就拿來用 那 周邊 記得 有三腳 三腳 就是一些廣告 招牌 夠長 有這麼高 為何不用呢 有一個 那隻腳 就拿在前面 就對 它 是嗎 你要用 有什麼 可以嗎 有些 陳教育的成果 就 一向 一定有 有些人 拍了車 什麼都沒有 就是 那我就建議 給他一條 車屎 打得很大 可以 那你赤膊,我就脱了一件衣服 反正你穿上衣服,你都没有保护了吗? 脱了一件衣服,就像鞭子般发出去 有些马来武术,做过后巾,我都不懂 我就不懂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有约上压 可以吗?他要过来 你至少知道有个距离 你有个距离之后可以来 你再做其他事情,好一点 那就没有了 至少你有个距离 你不会真的逃手接触 你立即逃手去接,就浪费了 你要多准呢? 是否做不到? 可以吗?很危险 你以后有件衣服,差个距离 可以吗? 有些矿泉水也有很多 弄湿了,衣服就很压正 湿了衣服就很压正 干的衣服就不压正 湿了衣服就不压正 湿了衣服就很压正 总之不要封杂自己的思想 有多少人是武器 想到武器有散枝 用散枝丢去 都是武器 有些什么硬物拿来 罐头都放出去 那些店铺 拿来扔物都没有 拿去据 对吗? 不是生活习惯 有一件事 害死人 有一件事就是手机 你的手机 你一旦 你一拿着手机 一定是被它吸引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最好不要 经常拿着看手机 因为危险的价值 尤其是 师兄整个广东联 不知道哪个区 特别危险的深水谷区 或者元朗 你去那些区块 你不要经常拿着手机 你明白吗? 真的一个万一就不幸 尽量自己 克制自己 那些时间就不用手机 多一点看周围 去放大自己的感官 其一 其二 我有个师叔 原来坐地铁有师傅 被人在旁边推了去 在旁边推了去 那些电车离婚 地铁离婚 我师傅说 平时都好像在练习 买着的 然后被人推 拖腹 然后转转转转 转转转 转转转 然后没有跌到 下跌 好彩 然后很多人都看着 他找不惯学面 谁推他 很危险 那次此之后 他不会站前面 一定是 铁离婚 一定是站前面 千万不要站近月台 尤其是 现在月台安装了 有些杂就安全一点 有些是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的 轻转那些没有的 那你就没有的 所以尽量小心 马路也是 不要记得最前 那些东西 帮助 有个人也都好 那叫预防性别治疗 那便会好些 你不会有机会发生那些东西 就好些了 好过你学这样 学那样 要一身人 谁喜欢武术 学武术 那我们学武术 才研究 怎样对付 是不是 不是的话 一般 发生过这些事情 我看完这些事情 哎呀好惨 当然好惨 那之后 过一个星期 我淹湘云霜 什么都忘记了 那之后 看人不知何时 不幸 发生在你身上 不幸 当然最好 一生平安 那就最好了 但是不幸 那就很麻烦 所以 若果能够避免 就避免 因为常常说 beware of dangerous 要去 常常感测 哪里有危险 哪里有危险 我们避免了去 那你就学消很多东西了 不用用很多东西了 有人吵架 说你早点买单走 再等他在老大河 搞什么 粉水 都一起租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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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不要要到来才解决 明白吗